由国际新闻联盟领导调查并揭露轰动全球的巴拿马文件泄密事件曝光8年之后 在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开庭 法庭也传召了其中涉及洗钱丑闻的29名被告出庭 这起泄密案件震惊全球各国政府 也牵扯到了全球许多亿万富翁、政治家 甚至是体育明星等有影响力的人物 同时也重创了巴拿马作为境外金融中心的声誉 这次将接受审判的被告 也包括了涉及泄露1,150万份文件的 莫萨克·冯赛卡法律事务所的两名合伙人 负责由组织犯罪的第二检察官伊西斯·索托 要求对所有被告进行惩戒性的判决 而洗钱的最高刑罚是12年监禁 审讯会一直持续到本月26号 咱们赶紧 咱们赶紧 嘢 诶 coal